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18日 星期四 又多一宗 关于卖猪仔的事情 爆了出来 有一个被绑的D先生 他爸爸就向记者表示 而指 不信网上招聘广告 被高薪、包机票及食宿的描述吸引了 在未告知父母的情况下 7月赤身前往泰国 不过他刚刚到处 并非马上被诈骗集团带走 他不久之后 就觉得很后悔 并想着买回机票回香港 好戏就在后头 正当你想着他能回来 也想着走回香港 他爸爸就说 D先生事前已经完成了新冠病毒测试 但当地的机场职员表示 D先生约不到香港的检疫酒店 所以不可以上机 D先生的家属本来 就他误度骗局一事报警求助 亦致电卫生署求助 希望处方可以批出豁免协助 D先生回港 再作检疫安排 但卫生署就说 这些个案要交给警方处理 D先生的父亲 一直没有收到回音 他再找警方 警察都没有回音 而D先生 滞留在泰国几天后 就被诈骗集团捉了 带到缅甸一个电片营区 禁固至今 我们听警察有什么说 他说没有听过这个个案 如果我们能够安排到一个正常安全的地方 我们都需要照正常的程序 那个检疫程序回来 但那部网友的警告 原来有点准备 然后警察有点准备 然后警察有点准备 那新闻下这一部分 我没有听过这一类 对不起 我们暂时没有掌握到你们的情况 我们都要去和相关的人在了解 大家好 刚刚那部 就是保安局副局长昨天说的事情 是另一位记者同事问的 他说他不知道这件事 就是人家的爸爸冤识你政府 政府真的疯了 那就这样 你卫生署那些 我难怪卫生署 卫生署打一份工 那些警察 人家的爸爸 找了你 你不回覆人 有沒有搞錯 好了 講到這裏 記得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我的頻道 予費贊助Patreon支持 多謝你們 拜拜